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昨天台北股市跌了多少 跌了將近600點 很多人說 昨天是一個世界末日的開始 因為美國爸爸對半導體出口晶片施加管制 所以台韓業者繃緊神經 所以昨天它是一個世界末日 是開始喔 不是結束對不對 所以如果按照家衛老師以前喜歡放的圖對不對 這只是剛開始 可是家衛老師有這樣講嗎 我沒有啊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說 你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告訴你的是什麼 它告訴你的就是為什麼台北股市 在今年會跌519點 它也告訴你為什麼今天台積電變成三字頭了 家衛老師有沒有預告在前面 家衛老師有沒有講在前面 那我問各位 那些一直看好台積電的 不管是分析師也好 名嘴也好 還有那些財經節目也好 今天要不要道歉 這個如果道歉起來不得了喔 不得了喔 可能道歉的人要幾百個喔 對不對 不用像家衛老師道歉 因為之前笑我的罵我的很多人 對不對 應該為你們道歉 因為你們相信了它的話 你們相信台積電是護國神山 所以你們拼命跑去買 可是家衛老師從121拜登基開始講 講講講對不對 連韓治台 扶植親兒子 到今天 台積電跌到397塊 你還相信美國爸爸是 真心為了我們好嗎 很多人說啊 家衛老師你就是一個反美派 我說一句實在話 我還真看不慣美國 因為美國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國家 從拜登上任的時候 他的那個 就任的那個演說 他裡面講到一句關鍵話 我那時候我有跟各位講嘛 關鍵字嘛 我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這句話什麼意思 就是要回到二次世界大戰後 美國全世界霸主的地位 所以現在美國無論在基礎設施 或者影響力都已經大不如前的情況之下 有新興勢力崛起嘛 中國崛起嘛 對不對 還有一些其他崛起 所以你會發現 他就一直在揍中國嘛 當然按照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是親美嘛 我們的媒體就是跟著 美國的發聲筒在講 所以你就會說 哎呀中國大陸就是邪惡 中國大陸拿到了這個 這個東西之後呢 就是發展軍武 奇怪美國可以發展軍武 中國不能發展軍武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現在受到中國威脅嘛 對不對 可是我就跟各位講嘛 本來可以兩岸和平 我們蔡總統在10月10日 雙十節的時候 他也說要尋求兩岸和平啊 可是你在蔡總統講出這句話之前 你在10月9號之前 你說要兩岸和平的人 通通都是中國同路人 那現在蔡總統也講了 我就可以講說 我希望的是台海和平啊 我就不是中共同路人了嘛 因為誰喜歡打仗呢 可是重點是美國爸爸 一直把我們往前打仗 他目的是什麼 他要截取台積電 他要撤離台積電的工程師嘛 他有在管你的死活嗎 或許你的親戚朋友 你的什麼兒子 對不對 可能是台積電的工程師 問題他只會撤離他 他不會管你啦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說 台積電今天397塊 那些看好台積電要不要出來道歉 要不要出來道歉 是不是 所以題外話講到這裡 最重要的是 教育老師要跟各位講什麼 你看台北股市 昨天大家以為世界末日 但是今天呢 除了AI晶片 包含我們的創意 我們的M31 我們的威盛 跟AI有關的 今天還是受到消息面影響 可是其他的股票呢 大家應該最看不順眼就這一支吧 存股台積電不如存股宏達電嘛 對不對 存股台積電不如存股宏達電嘛 爛股票 紅大電這種爛股票你憑什麼會漲 到底憑什麼會漲 我待會我會證明給各位看 他憑什麼漲 對不對 所以我再一次 在第一階段我跟各位講 強調一次 當你看到 這種利空見報的時候 它告訴你的是什麼 它告訴你的是 台北股市為什麼跌5000多點 也就是說當你看到這個利空見報的時候 其實股價大多數都已經反應完 大多數都已經反應完 不是嗎 那如果說這裡還要再跌 那為什麼我們台北股市會反彈呢 如果說這裡還要繼續跌 昨天歐美股市 美國股市 有一堆外資機構 調降NVIDIA的 調降美光的 調降AMD的 調降一堆 可是那他們為什麼就不跌了 他們為什麼就反彈了 你不覺得這些 所謂的外資機構的分析師很好當嗎 反正就看圖說故事就好了嘛 看圖說故事就好了嘛 所以我說如果 這個所謂的 美國管制半導體晶片 它是發生在這裡的話 那我一定跟各位講趕快吧 但是它今天發生在這裡 已經跌到前波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這一段期間 台北股市為什麼會這樣急衝 中美貿易戰 台積電帶著台股往上衝 對不對 所以衝到這裡剛好一二一拜登記嘛 也就是說這一段的台積電的紅利 剛好通通都跌掉 也就是為什麼 你今天看到台積電 又回到三字頭 因為台積電就是從這裡開始衝的嘛 就是從這裡開始衝的嘛 也是當時候很多人笑家衛老師嘛 笑死人 問題是他做了一個頭 你賺錢還是賠錢 套一句我們頭顧老師常常講 套一句我們做股票的 你如果你連買台積電 你都可以買到賠錢 你真是笑死人 哇那死啊 這一句話 可能戳到很多人的心對不對 所以我說很多東西 是這樣子 當你看到這個 當你把它砍掉了 還有一堆人在那邊 就是 如果說我們台北股市只有兩檔股票 一檔叫做台積電 一檔叫宏達電 我可以跟各位講 99%的人會去選擇台積電 就像今天報紙寫的 台積電昨天大跌 差一點跌停板 反而一堆賞戶跑去買 不管你今天你是買台積電 你是買0050 你是買台灣的很多的ETF定期定額 基本上 你都算是在買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占台北股市的權重 就是這麼大 對不對 可是咧 這個利空不是早就出來了嗎 這個利空不是禮拜二就早就出來了嗎 那這個利空早就已經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股市會大漲呢 所以為什麼這兩天你會發現 市場上 營造出一種那種很恐慌的氣氛 因為美國爸爸割韭菜 你知道嗎 中國對不對 如果割韭菜 大家會同仇敵愷你知道嗎 可是當你最信任的人割你韭菜的時候 第一個 苦往心裡吞 對不對 然後呢還要力挺 然後趕快跑回家把脖子洗乾淨 然後來 我來給你割 因為沒辦法 意識形態的支持 對不對 那 如果是這樣子在做股票的話 我就 只能奉勸各位 好志為之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到了上個禮拜四 我就再說一次嘛 到了上個禮拜四 神準兩根漲停板 對不對 今天神準殺尾盤 因為 昨天的神準在台股跌 六百點的時候 將近六百點的時候 他昨天他是拉起來翻 好 結果你看喔 我剛剛以為他殺尾盤 對不對 因為我二十五分之前我就上來了 就最後又 砰又上來了 那你說神準為什麼會這麼強 我就再說一次 因為神準已經先跌了 神準跌到這裡的時候 你自己去看嘛 三四四三創一那些股票人在哪裡 人在天上 所以等於他就已經跟人家拉開了 一定的距離嘛 他先跌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問各位 9月底的時候 我也問各位一次嘛 你如果你在這裡把他砍掉 你哭不哭 你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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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當你看到這些股票 他們能夠創新高 對不對 創新創新高 上禮拜四創新高 然後因為 利空 消息面的影響 連續兩天跳空跌停板 這個代表結束嗎 這代表的是一個大洗盤 所以 當今天台北股市值 剩下這個什麼 這些晶片股 對不對 受影響的時候 而其他的股票 尤其是我們元宇宙的股票 以紅塔電為代表 在尾盤這樣子拉 對不對 那你說這尾盤到底誰買的 對不對 這就代表了 來真的 所以 做股票 我再奉勸各位一句 做股票 千萬不能意識形態 千萬不能意識形態 有時候佳偉老師在節目上講的東西 很多投資朋友聽的不開心 就什麼 中共同路人 現在變普丁同路人 對不對 然後反美佳偉老師 對不對 我就看美國不開心 因為美國很自私 他就要割全球的韭菜 對不對 我之前說北溪被炸掉的時候 那個 他們的布林肯說要支持歐洲 我說你怎麼支持 你有要降價嗎 沒有啊 他們反而拉高了天然氣的價格 叫做支持歐洲 要賺更多的錢 你沒看現在 連馬克宏都不開心 馬克宏說 你這樣子不是友誼 問題怎麼辦 你就已經掉入他的陷阱了 同樣的道理 從當初 對不對 台積電說要去美國設廠 就這一段嘛 對不對 大家說要去美國設廠 哇 這段好棒喔 我說去美國設廠幹嘛 去美國設廠 把我們的技術貢獻給Intel嗎 我當初這樣講 佳偉老師你這個人 政治不正確對不對 這跟政治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到今天 誰說的是對的 誰講的是對的 對不對 因為賠錢還是賺錢 大家自己心裡有數 你說我政治不正確 你政治最正確 但是問題你賠錢 所以佳偉老師說 我說我到今天我都還是沒有換股 你說佳偉老師你的創意兩根跌停板 你遇到消息一面 他這樣動動跳下來 你能怎麼辦 換做別的老師 他大概直接一刀就砍掉 反正我指令發出去了嘛 我指令發出去 我賣不賣得掉 不干我的事 我就發出去就好 對不對 喔代表我賣掉了 你賣不賣得掉 不關我的事 可是佳偉老師不會這麼做 不會這麼做 因為我對他們有信心 他們既然能夠在上個禮拜四 還在創新高 只因為消息面跌兩根跌停板 未來他們就有可能會漲回來 我就說了嘛 我沒有在做生意的 對不對 我該做生意的時候 我做生意 因為我認為有行情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講有行情 對不對 那以現在來講 我的節目就是做給我會員看的 我的節目就是要告訴我的會員 佳偉老師對我們的股票有信心 這些股票通通會漲回來 在此之前 我不會換股 我會等到我們的股票 有沒有 漲到一定的程度 對不對 可以換了 反彈的差不多了 我才會帶我會員換股 這樣子 才能夠讓我們會員的在操作上面 你不管是說 少賠一點也好 或者是說未來有的股票 甚至還可以創新高 對不對 就像有會員跟我講說 教育老師很可惜耶 上禮拜四創意創新高 你竟然沒賣 我會知道接下來它會跳空跌停 我會知道市場是用這種方式甩腳 我不可能會知道 對不對 但是未來甩完之後 它還是會漲回來 那在此之前 我知道現在很多我的 投顧同業們 整天為了節目費再打拼 甚至 很多 我覺得可能很多的投顧公司 可能慢慢的會有財務的問題 因為 當你沒有income的時候 現金流就會出 所以最近有兩三家投顧 一直來跟教育老師接觸 希望教育老師能夠去他們投顧 說 很多東西就是情意 情意 雖然教育老師現在已經轉到網路了 但是 我還是掛成通投顧 因為這個是我待十年的地方 情意 情意 所以我說 為什麼 教育老師的分析 你常常都可以在事後得到驗證 就像這台積電 對不對 你這條線畫過來 你看這個整個的平台整理區都跌破了 整個平台整理區都跌破了 那你痛不痛 你想不想罵人 我知道你很想罵我啊 因為我今天一直在戳你啊 但是真正害你的不是我 真正害你的是那些 整天在吹捧台積電的人 因為我一直告訴你 台積電它就沒有future 那沒有future你到底是存股存它幹什麼東西咧 下一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陳通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您領先動息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通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在這一兩年 這一兩年的期間 因為這真的一兩年 從這裡 121拜登機 對不對 這是2021年的1月21號 對不對 2021年的1月21號 到今天 2021年 都快過完 已經快兩年的時間 我在這一段時間 我看到 每天就在說 台積電好棒棒 台積電護國深山 全世界都要依賴我們 都要仰葬我們 因為 沒有拿到台積電的製程不行 對不對 然後呢就看到一堆 前撲後繼的在買台積電 那時候我就在想 你們這樣子去買 奇怪 你們都不用看一下線圖 你們都不用看一下技術面 對不對 你們買都買在這裡 對不對 台積電的月線圖 台積電以前是從34塊漲上來的 台積電從34塊漲到688 已經漲到20幾倍 然後這裡是因為中美貿易戰 才衝上來的 對不對 那拜登他本來就是要恢復 恢復美國的榮光 他要恢復美國的榮光 是要恢復Intel的榮光 不是你台積電的榮光 所以除非你台積電變成美國公司 否則 免談 打死你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外資一直賣啊 對不對 所以 嘉義老師很多的話講出來 有時候常會被人家笑 比如說像這句話 我說流傳在股市的名言 純股台積電不如純股宏達電 嘉義老師常常在北投跑來跑去嘛 對啊 我雖然很少應酬 但是我每天光是那個接小孩啊 接送小孩 上學 接安行班 很多人都會認識我啊 認識我 有時候就會問我說 欸 你是高位老師對不對 我常常看你節目 欸那個能不能 爆幾支股票來看 那我通常我都會問說 那你要告訴我 你要做多長的週期啊 對不對 一個禮拜的週期 跟兩個禮拜的週期 跟半年的週期 跟存股的週期完全不同嘛 通常 他們都會跟我說 我想要那種 可以放比較久一點的 就那種可以放比較久的 就是說我可以不用去看它的 我說喔 好這樣我知道 宏達電 你就買宏達電就對了 你可以擺著 未來OK 你知道他們給我的表情喔 是那種客套的微笑 什麼叫客套的微笑 就是 心裡就在罵我了 對不對 你不想講就算了 你不想爆牌就算了 你跟我講什麼宏達電 對不對 你這個人實在是齁 對不對 你爆我一支正常股票 或者爆我一支台積電也就算了 對不對 跟我講什麼宏達電 宏達電那什麼爛股票 你知道 有人會直接跟我講說 蛤 宏達電喔 我就會跟他講 我真的很認真的跟你講 宏達電 你千萬不要存股台積電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聽不進去啦 甚至有很多人聽到我這樣講之後 還偷偷罵我 我說我這個人不誠懇 不夠意思 要爆股票 沒事爆一支宏達電來存股 笑死人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問我的是說可以擺好幾年 可以不用去看他的 那我選來選去就宏達電 不是嗎 那你對方問我說 那老師這種宏達電 這種爛股票能存嗎 他的母公司叫威勝 這個威勝應該也是被你認為是爛股票吧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 台灣有多少人認為威勝是爛公司 來嘛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營收表現 我把這兩個字遮起來 把威勝遮起來 你去看這營收表現 從之前的5 4 6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7 8 9 欸 10 對不對 一直成長的公司 這種公司有什麼不好 9月營收創下了9年新高 合併營收甚至創下10年的新高 那你來看看 如果你存股 威勝的話 對不對 威勝假設他在幾年前 這邊叫你存股 你一定罵翻天了 敗落什麼啊 叫我存著什麼爛東西 十幾塊的股票 就在十幾塊這邊一直晃晃晃 甚至還跌到對不對 還跌到4塊多 你知道你如果買在這邊 你在這邊他打底的時候 你說要存股的嗎 我再說一次喔 不是賺價差 是存股喔 是存股喔 好你在這邊存股了 你知道你現在賺多少錢嗎 5倍到20倍左右 5倍到20倍左右 打了一個大的晚行底 對不對 這是十年喔 這每一根都是一個月喔 這是91年 93年 95年 97 99 101 103 105 107 這樣一格是兩年喔 是吧 威勝你存股賺了5倍到20倍 威勝 那他的兄弟 宏達店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對不對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們把最後這一段 以前的歷史我們不要講 我們把這一段放大就好 這邊也是十年的大底 這邊也是十年的大底啊 我在這邊就一直跟各位講 存股台積電不足存股宏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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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存股他可不可以放 還是你要繼續去存股台積電 所以我就說 教育老師都是把話講在前面 只是事後驗證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很痛很想哭 我們明天見 還有大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新薪寮 全財政策 維忠 超市場 全貢政策 超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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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場